Yosef, 看兄弟幫的你們 有沒有曾經何時想說有特異功能 包括偷視眼、隱形、瞬間轉移 甚至是千里眼 兄弟, 所以又找我們這位好朋友 這位好兄弟來跟我們聊天 說說原來背後可能有些陰謀 飛哥 你好 卓飛先生又來了 先說說剛才的千里眼 千里眼 青光眼等等, 怎樣處理 背後真的有機會有陰謀嗎 你記得之前我們六個一集 說過這個語言嗎 即是巴西那個嗎 沒錯,就是巴西那個教授 他看到很多語言 他靠做夢看到 然後把資料散掉給別人 這個地雍能很厲害 包括散掉資料給國防部 其實有些人都會問我 有否可能國防部工作 或者他們要靠這些古靈精怪消息 他做事不可能 但我想告訴你 其實在美國的政府裡面 無論是警方 或者是國防部 或者是中央情報局 其實他們不多不少是有一些部門 他們稱之為 sidekick spies 即是英文譯 譯作是一些心靈的間諜 其實他們用的方法 不是隨便拿個情報去找一些線人 他們的資料就是他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看出來,說出來 然後畫圖出來給別人看 這件事我相信 為甚麼呢 上次我們請來一位的朋友 就是一位魔法塔華師 Jan Jan 他都說他的師父在紐西蘭 其實是幫警方 有時候會找他 麻煩你可否幫我看看一些東西 去查案 而當中那些東西 如果真的可能說 死屍可能就收藏在一個 不知的衣櫃裡 然後警方去查 也真的有原來死屍在衣櫃裡 是這樣的 其實這些個案不斷地發生 其實美國裏面也有很多這些案件發生 先不要說軍事方面 即是說民間在警方裏面 其實大家可能看報紙都知道 有一個女生 一個三、四歲的小妹妹 在美國那邊 她叫Kaley Anthony 她的媽媽就叫Casey Anthony 這個Casey 其實她應該被警方拘捕了 就說她殺死了她三至五歲的 差不多一年多的小妹妹 她的女兒 不見了 其實大家一方面都相信 她是殺了她的 因為那個女生失蹤後 其實她還出去跟朋友大喝大吃 完全沒有一些很傷心的表現 因為她是媽媽 媽媽的傷心 而且人們相信她殺了她的動機 是因為這個女生 阻礙她很開心的生活 去喝酒 即是一個婦女,當她女是一個… 對,當她是婦女 所以她做了一些事情 就殺死了一個女兒 棄屍荒野 當然這個案件 我們不是說這宗主要案件 而是最主要說 這個案件到現在 其實這個疑空已經釋放了出來 在美國裡面 牽起了一些很大的輿論 覺得有這麼多證據 有這麼多資料顯示 有甚麼可能你還會放了它出來 但因為這樣 其實也牽引了美國一些傳媒 去做一些資料搜集 就發現原來美國的警方 都曾經是 真真正正是找過一些 叫做Psychic Spice的人 去幫忙去做這個調查 當然,你找不到屍體的時候 你唯一去做的事是甚麼 就是找一個 聲稱有remote viewing 剛才你說的那些叫天眼通 天眼通 那些叫甚麼 你就是說的那些叫甚麼 那些日子叫遙距視覺 這個遙距視覺 其實是一些大學本身做的研究 其實他的個案件 就是有一位Psychic Spice 他就看了 他甚至看了 他畫了一個圖 就是說 氣屍荒野現場 現在是很乾爽的 但接下來那個地方 會是很潮濕的 或者濕透的 他也形容到 這個屍體附近 是有一些小孩 在玩美式足球 有些樹 有些墨田 有個棒球場 他形容了這些東西 他也形容寫了很多字 例如一些叫做Springs 一個叫做春天的Springs 當然他出了很多這些資料出來 而去到最後 他們去找這個屍體的時候 去到最後找到出來 就全部跟這些資料吻合了 包括那個地方 為甚麼原本是很濕 是剛剛之後 到他們找到屍體之後 找到屍體的之前 沒多久的時間 剛剛那裡是有些水的氾濫了 就浸了那個地方 他們隔了很多個月後 才找到屍體 而且屍體都腐爛了 他們沒有辦法證實 那個屍體是怎樣被殺 但是他們找到的資料 傳媒專注的就是 為甚麼這個Springs 可以這麼準確 他附近有甚麼都可以形容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美國軍方上高 他們會利用這些心靈的人 去做這些調查 但是警方做這些資料 就不太出奇 但是如果說國防部 或者美國都在用這些去做 就很奇怪 國防部都找這些人去做 其實整件事是一個 一個很詳細的鋪牌 其實原本是一個叫SRI 英文全名叫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一個史丹福的資料 研究研究的學院 史丹福研究的學院 其實他最初去做一個研究 在1970年代 因為當時大家在看整個國家 整個國際局勢 就是前蘇聯 還有中國有些軍部的人 在研究特異功能 其實在二次大戰時 希特拉也有研究 因為希特拉對這些古靈精怪 特別有興趣 所以其實他有研究 而去到1970年代的時候 中國和前蘇聯都有做這些研究 美國政府當然是不可以的 我們就要盡量去研究這些東西 原最早期就是這個叫SRI的一個學院 他做一個研究 他找了幾個人回來 做這個叫遙距測試 叫remote viewing的一個測試 剛好有一次他們做了一個測試的時候 就現場有兩個CIA的人的高層在 看到他們的測試 而他們的測試寫出來 形容出來的 和他們看到的資料是很吻合的 例如是怎樣的 他當時做過測試沒有詳細說 總之就是舉個例子 我安排了阿波離開電視城 不知道走到哪裡了 沒有雷公那麼遠 那叫生雲去看吧 叫Penny在這裡看 想完之後就畫一些東西出來 而在現場拍張相片 一對,很多東西都很吻合 他看了這個測試之後 CIA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可能對國家要做的事情有用 所以他將整個計劃引入了中央情報稿 改了一個名字叫做Project Stargate 即是星門計劃 星門計劃 這個計劃原本最早開始做的就是1970年 他就開始的時候 簡直是他找了一大群人回來 去做這個測試 做這個實驗 最早好像去到有20多人 22至25人 那麼多的人 全部都是軍部的人 可能找他一個人回來做一個測試 發覺他是可以的 或者有人自動應徵 我有這些特異功能 我做這個位置 相當好 因為軍人也不用出去打仗 他就坐在辦公室 例如他可以做到坐在華盛頓 他可以坐在五個大廈裡面 而他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前蘇聯裡面的一些核設施 其實有些資料 稍後可以給觀眾看看 其實他們做過有幾個測試 例如他們曾經有一個人做測試 就是測試一隻前蘇聯的核潛艇 或者其實他應該這樣說 原本就是他們知道有些設施在做 有些情報知道他們在做一些 在建造一些東西 但不知道他們在建造甚麼 於是他就找那個人 找其中一個沙擊敵人 坐在那裡畫 他一直看了一段時間 他平時看就好像 直接好像開場之前 Bob經常常在… 插著頭 其實他是在想著 他在觀察那些東西之後 然後他就用一支筆畫出來 他將一些很零碎的東西畫出來 拼湊出來 他畫了一隻 好像一個長型的東西 然後有一塊東西在上高 然後再對比之後 原來前蘇聯的位置 是在建造一隻核子潛艇 但是跟那隻潛艇… 即是他畫出來 而且那隻潛艇有些差別 但很明顯看到他在畫一隻潛艇 已經畫了大概的一塊東西 畫了很大的一塊東西 其中有一個… 我想稍後介紹兩個人 其中有一個叫做Pat Pat 就是他是最厲害的那個 或者是最出名的那個 他有一次就是需要他做一個測試 去找前蘇聯 可能又是看到… 猜到那個位置那裡有一些東西 他不知道是什麼 他就叫他畫那些東西出來 當時他看著那張紙 即是想著那張紙畫 想著那一間 他就畫了一座東西出來 而那座東西是一座… 他形容是一座很大座的東西 有八個輪子 好的 給大家看看照片 給大家看看圖片 那個所謂的八個輪子是什麼 他最初就畫了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 它有八個輪子 他畫了出來 其實那些人都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但好了 看回那個核設施 其實他畫的時候 他有一點視覺看到 當然他看到他畫了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人 是倒轉地站在那裡 我以為是在歐 他最初畫了 那些人就以為是那個人 但他沒有交代是什麼 總之他畫了一個人 有這樣的設施在那裡 好了 接著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就派衛星過去那裡拍 你知道他在衛星那裡拍到什麼嗎 拍到什麼嗎 首先他在衛星那裡拍到 一個這樣的圖 就是當時的地方的圖 但是他的圖再看清楚 其實他是在衛星拍到 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 有八個輪子,很巨型 你看到衛星旁邊拍到 一個小人在小時候過在旁邊 是… 即是他居然坐在五個大廈 他可以看到當時… 雖然有一點差別 你看到那座… 但還是很誇張,對吧 叫你畫 想也想不到是甚麼 對,你怎會想到 有一座這麼大座的建築物 這就是其中一個 比較誇張的紀錄 這叫做Ped的印證 其實他們還做了很多其他的測試 例如有一個測試 就是他找一個人站在那裡 然後要形容當時的地方 他出來畫了一些這樣的東西 好 畫了幾個… 好像畫了一個帳幕 對,畫了一個帳幕 他說我看到那個人附近 就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那你知道他到最後 看到那塊東西是甚麼嗎 是甚麼 原來那塊東西 就是他站在一個騰騰轉旁邊 有些個案例如是… 他叫他畫一個圖 他畫完圖出來 其實就是畫了一堆有水的東西 其實到最後出來就是瀑布 這些全部都是這個 Project Stargate 裡面的人做出來的測試 做出來有這麼厲害的資料